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度 我现在在杭州的主城区啊 很多想来杭州的或者是来杭州出差的旅游的 特别关心啊 现在杭州还能不能来啊 杭州安不安全啊 今天阿度啊 就在这个杭州沿洋路天桥这里啊 带大家看看杭州的街景啊 目前是什么现状 看一下杭州这个沿洋路是不是车水马龙的 看看这旁边都是有行人的 所以杭州这边这个城市运行还是正常的啊 看一下这边 这里都是杭州这个沿洋路这边四周的这个高楼了 你向那边就是沿洋路这个西华书店了 这就是这条路就是沿洋路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沿洋天桥啊 看看这边 车水马龙的 看一下 前面就是杭州的湖宾英泰英七七了 就是银泰步行街啊 后面就是杭州这边就是杭州西湖了 这个也算是杭州比较繁华的一个 一个这条路了 一个街道了 大家看一看 杭州好多下面的这个商铺啊 都是正常营业的啊 这边就是有一个这个新丰小吃啊 比杭州比较有名的个小吃了 都是正常营业的 看一看 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行人也是很多的 看一下 是不是的 在这边带大家看一看 杭州这个街道 主城区这个街道 现现状是什么样子啊 看一下这边 这下面啊 有一排人啊 看一看 应该是排队做核酸的啊 看一看 这边车子也很多 这对面就是新丰小吃了 里面也是有人进去吃饭的 看一看 这个就是目前杭州 街道的现状 想外地朋友来杭州的是绝对没问题的 杭州现在有四个大的车站 杭州东站 杭州西站 杭州南站 以及城站 一个机场 杭州国际机场 萧山国际机场 目前外地人 外来的来杭州的 目前的话是实行这个三天三检 每天都要核酸检测的 三天过去之后你可以正常的 到杭州各个地方都可以了 但三天之内啊 好像是不能到这个 公共场所啊 三天以后就可以 自由的在杭州 穿梭了 这边就是沿岸路旁边的湖壁仪泰步行街了 这边的人流量也是蛮多的啊 测水马龙的 看一看 前面 就是这个杭州西湖了 应该是杭州步行街人最多的地方了 尤其在 这个前面前面我看了很多人呢 这边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外来游客 在杭州这边游玩呢 尤其在前面 就是杭州西湖了 很多外来游客本地的喜欢这里 逛一逛看一看 镜头拉近看一看 前面的人还是蛮多的 看看是不是 前面就是著名的5亚机空几区啊西湖 所以这边人流量也是挺多的 这里就是杭州主城区啊 这边的街景了 大家看一看 各个店铺都是正常营业开门的 看一下这边 这边就是西湖风景区了 看一下风景区这边的人流量多不多 风景区这边人流量也是蛮多的 看一看 大部分都是外来的 或者本地的游客在这欣赏西湖的美景啊 都在看这个鸳鸯 大家看一下 下面很多鸳鸯 在喂鸳鸯 西湖风景区这里人气也是比较旺的 很多人 看一下 西湖风景区这边 外地游客的比较多 还有本地的退休老年人比较多 许多退休老年人喜欢在这 唱唱歌跳跳舞的 打打太极的 还有在这写写毛笔字的 都有很多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 目前杭州西湖这边的 西湖风景区这边的情况了 人气 也是比较旺 那边还有喂鸽子的 小朋友在这喂鸽子的 人也不少吗 好了本期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了 谢谢 来咱们 请不吝点赞关注